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金流戰法 今天是禮拜五 也是週末 先祝各位投資朋友們週末愉快 台股雖然這個禮拜的震盪幅度比較大 但是還是有驚無險 最後週線的部分 收漲的小紅 小漲的51點坐手 下個禮拜的行情 基本上它是一個震浪整理 步步高的格局 所以一樣維持一個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它會緩步的往上 去做一個墊高的動作 雖然說行情未來會往上的去緩步墊高 可是投資朋友們 你們也要注意 不是每一檔股票 它都會往上供 這個我必須講在前面 因為有一些標的 有一些產業 它還是遇到了所謂的庫存壓力 所謂的財報上的風險 如果你有庫存壓力 有財報上的風險的 這些標的 你一定要去給它避開 一定要避開 比如像說 今天指數大漲了108點對不對 我看起來很強的格局 很強的行情 可是像熱門股3037的星星 今天續跌 昨天打到跌停板 今天再跌了兩趴 甚至二線的晶圓廠 我這個講多久了有沒有 6770的這個利基電 我說二線晶圓廠 晶片法案通過之後 它的壓力會更大 昨天晶片法案通過了 今天利基電就怎樣 跌了7% 如果你買這樣子的股票 你會完全沒有上漲白點的 那種感覺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一些標的 確實產業上面 它遇到了一些狀況 但是這一些狀況 它不是一天兩天 它可以完成的 它就可以處理完畢的 所以類似這樣的標的 你一定要懂得 去把它避掉 你知道避掉風險 你才有怎樣 享受獲利的一個機會 所以不只是他們 這個禮拜有很多的資訊 公布出來 包括MCU的部分對不對 MCU告訴你說 這個盛群 漢訊都告訴你說 我的庫存壓力爆表了 那居然他們都已經告訴你 它現在庫存滿滿 那你股價漲上來 你要趕快跑啊 比如說6150的漢訊有沒有 如果你早上看到它很強 你跑去做追價 你尾牌一刷下來 怎麼辦 又是一根怎樣 爆量上影線呢 那居然你都已經知道 庫存很高了 那為什麼還要去追這種股票 所以每一檔股票 它所表現的 它所呈現出來的產業面 都是不相同的嘛 好的公司我們呢 低階沒有問題 可是呢有一些標的 真的它的產業還是有問題的 我們一樣要閃開嘛 包括2409的友達 這個你想想看喔 今天還在破底喔 那面板咧 國安基金在戶盤 為什麼像這種全資股它拉不上去 簡單來講嘛 我現在呢 我的產業還沒有出現反轉啊 那我面板還在大量的供給跟需求 出現失衡的狀態 那我的價格還在跌 你說我的股價呢 怎麼會有起色 那這樣子國安基金敢去買嗎 不可能的事情 它一定不會去買嘛 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談的 像3545的敦泰 哇這個今天又跌了3%多對不對 那下午又要開法說會啦 今天下午法說會會怎麼樣 我相信各位投資們們都很清楚啦 那類似這樣的標的 它今天會讓你造成虧損 不是因為喔 它今天股價在跌 而是因為你的老師有沒有 當時在這個高檔的位階啊 200多塊錢 這個位置點上面告訴你說 喔一年賺30塊錢 它的股價超便宜的 真的啊 它的股價真的啊 那你在那個位階點上面 你去買它 那景氣一反轉的時候發現 哇為什麼會這樣 啊不是說賺30塊嗎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差別 那因為它本來就是怎樣 盛極而衰 匹極而泰來嘛 所以呢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 像這個喔 去年賺30塊賺非常多 就是它怎樣 它今年的包袱啦 因為去年賺太多錢了嘛 那我賺那麼多錢的情況下 我現在景氣開始反轉了 我今年賺的沒有那麼多 股價就會形成壓力 那你說它落底了嗎 我認為還沒有喔 這個位階點上面它未來會有一個小反彈喔 但是反彈上來你還是要懂得去做調節的動作 你還是要懂得去做調節 所以不是說行情好的時候每一檔股票都會漲 你要找到未來的潛力股在哪裡 你要找到機會點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的操作我也很明確的跟大家講 我們的方向區分為兩個 一個叫做當沖熱門股 另外一個叫做低賣潛力股 因為有一些標的啊 比如像說潛力股的標的 像我們去年做的誰 三浮化德維啊 像那種3305的生貌啊 我們在買它的時候 全市場沒有分析師 沒有所謂的專家 告訴你說那種股票會長 但是因為我們有做研究嘛 我們認真的去挖掘 這些產業的未來 這些資金為什麼要去買它 那當我們發現到它的未來 它的成長力很強的時候啊 那股價自然會有爆發力嘛 它股價自然會往上衝嘛 所以同樣的時間點喔 當你的老師在叫你買敦泰的時候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買敦泰對不對 那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這個啊 4755的三浮化 同樣一個時間點 大家最看不起的三浮化 有沒有讓你大賺 但是呢大家最熱門的什麼 大家最熱門的敦泰咧 反而讓你大賠嘛 所以這就是行情它會出現轉變啊 新的股票呢 它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那你不知道你要怎麼挖出來 你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我們在做三浮化的時候 也沒有人告訴你三浮化會漲 但是因為我們有金流戰法 所以我們把它挖掘出來嘛 這就是所謂低賣潛力股的威力啊 那你現在除了低賣潛力股以外 還有一些熱門股 我們可以利用當中的方式 把價差給取出來 那這些操作都要有一個規則 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而不是用猜的嘛 所以我說 在評估任何一個行情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的老師如果每天 都是拿漲停板來秀給你看 每天告訴你說 這支股票漲停喔 然後呢上面貼了什麼 貼的那種便利貼 下面再加利可白的 如果你相信這種話 那你去找它我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希望說 找到一個可以幫助你的人 那你一定要了解 它的操作模式在哪邊嘛 所以當時啊 當全市場一變悲觀 大家都在罵有沒有 罵說台積電好爛啊 台積電688塊錢 跌到433塊錢 買這種股票的人 真的是賠死活該對不對 你有沒有聽到當時 大家都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說你罵台積電幹什麼 我說台積電 它來到這個位階有沒有 這個叫做極度悲觀好嗎 那你來到極度悲觀的位置 你在罵它 你把它賣掉了 我告訴你 你未來買不回來耶 我們簡單來說就好啦 你不要說你賣在433啦 你賣在450塊60塊好不好 那你今天呢 台積電啊 台積電今天漲到510啦 對不對 我說它還有空間耶 那你不管你賣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買不回來啊 我現在跟你講說 台積電還會再漲喔 那你要去追嗎 追不下手了啊 因為你會想到我當時賣的位置在哪裡 在450塊在460啊 那我現在漲到510 你叫我賣比較貴回來 哪有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大家會有這種想法嗎 那這種好公司好股票 我講實在啦 如果台積電今天都不行了 你買聯電對嗎 你買利基電對嗎 你今天回過頭去看 好啦 今天台積電漲到510塊錢 你的聯電剩多少 它有漲嗎 那為什麼 6770利基電今天還在破體創新地 同樣都是晶圓代工啊 趕快的東西都不一樣的 我同樣都是 都是賣牛肉麵的 台積電做的牛肉麵比較好吃嘛 那你今天遇到景氣衰退 大家庫存那麼高的情況下 你想想看啊 我的客戶會找誰來做 一定找最好的 一定找台積電啊 所以當台積電都不行了 你其他的廠商會更慘 絕對更慘 那你根本不用講說IC設計 根本不用講其他的股票了 所以我說台積電來到這個位階 你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股價創新低指標沒有創新低 這邊不就是買點 它不是賣點嗎 那當時我跟大家談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覺得 沒有可能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覺得不可能嘛 但是你回過頭去看 欸 那就在這個位置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回過頭去看 你賣在這個位階點上面的 欲哭無類 因為買不回來啦 你知道它是好公司 可是你買不回來 所以什麼都沒有改變 變得只是新而已嘛 當你知道一家公司它的好 當你知道它未來有具備潛力 那你自然不會因為它的股價 感到恐慌 感到害怕 所以我說台積電它未來的爆發性很強啊 爆發性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啊對不對 日本人特地來台灣 觀察台灣的晶圓代工 因為現在台灣在建設什麼 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投資 四兆元的台幣 在建設新的產能 而且這些產能啊 都是台積電客戶給的 蘋果出錢 英特爾出錢 AMD出錢 然後呢台積電去做建廠的動作 那你想想看啊 就整個產業來講 有哪一家公司有這種本事的啊 沒有啊嘛對不對 所以我說買這個 絕對比你買敦泰好啊 那絕對比你買其他的股票 還要來得更好吧 絕對比買利基電好 比買聯電來得更好啊 所以有沒有看到未來 這個是真的要花時間 去做研究去做分析的嘛 所以同樣的 我就說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 也是如此嘛 居然台積電會成長 那你相關供應鏈呢 我們先來看幾家公司就好了 3680的加登 哇今天創新高來到261耶 那我說加登會漲 他的子公司是誰 遜德啊 這個遜德也是一樣啊 當時破底背離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在講 說這種股票不會買啊 那我就講嘛 一年賺10塊錢的公司 今年會賺12塊錢 他又是台積電的設備廠商 那這種股票你疊下來 你應該要感到開心耶 因為我可以買到更便宜啊 是不是 可是在那種氣氛 在那種氛圍底下 我叫你買股票你會怕啊 很正常 我相信這都 每個人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你一旦錯過了 我也沒辦法幫你 把機會拉回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接下來你要看的就是這個啊 從這個位階點上面開始做反彈 你不要覺得他這樣漲完了喔 均線開始翻陽向上喔 那我加燈都上來了 那遜德未來的機會呢 當然很大啊 所以除了遜德以外 包括上品 這都是台積電的相關供應 這也是你要去留意的方向嘛 包括這檔6XX5 為污染防治設備的廠商 甚至呢 再生晶圓廠的星雲 都有大量的資金偷偷在買 那他們為什麼要去買 所謂何事啊 是不是有人已經看到他的未來了 是不是有人知道說 其實半導體 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那麼糟糕 那如果說台積電 他未來可以帶著這些廠商 一起往上去做成長的時候 那你不就是應該要逢低來 去做佈局嘛 所以這些標的 我講實在的啦 他們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但是這些個股 你或許不是很了解 你真的對他不是很熟悉 那就很像你當年不熟悉 三幅化一樣嘛 但是你不熟悉的股票 會讓你賺錢嘛 但是你熟悉的咧 你熟悉的敦泰 熟悉的所謂的這些 3034的聯勇有沒有 也是賺很多錢的股票 那真的有讓你賺到錢嗎 這就是問題嘛 越不曉得的股票 你越不曉得的 大家越不知道的股票 他潛力越強 當他的潛力越強 他的爆發力就越大 但是你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所以我都用金流戰法 幫大家挖薄潛力股 那這些潛力股呢 一旦爆發起來 他會穿得抓不住 那你要在他低檔的時候 下去做切入 否則你說三幅化 漲到200多塊錢了 我們都已經出清了 才有老師在跟你講嘛 那不就是又犯了 跟誰一樣的錯 跟敦泰一樣的錯啊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 其實就這十個字而已 當中熱門股 低埋潛力股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操作 廣告時間播通電話 我們先進廣告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 主力作手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金流戰法的節目現場 我是孟城 那在我們影片的下方 有一些有個留言的這個表單 你有股票上的問題 都歡迎你在下方影片下方的表單當中 留下你的問題喔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有一些潛力股的一個機會 但是這些潛力股或許你對它不是很熟悉 但是這些潛力股一旦開始爆發的時候 它的空間會是非常大的 它的爆發力道會是非常強的 但是同樣的啊 你說有沒有一些熱門股可以拿來去做操作 當然也是有 可是這些熱門股呢 你不要瞭解喔 它的節奏變化很快 它的tempo很快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不能用低賣潛力股的 同樣的模式下去做操作 那我們在做這些熱門股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當沖的方式來去做交易 當沖的方式來去做交易 可是我們在做交易的時候 我們一定有一個原則跟方法 當時我就會跟我的投資朋友溝通嘛 這些當沖交易 你不要覺得當沖沒有風險 當沖一定都有風險 任何的操作一定都會有 那你怎麼控制風險 你就要用這三個原則 第一個預設停損停利的區間 第二尾盤不留倉 第三大賺小賠 而且你要穩健的操作 當你可以做到這三點 我相信你用短沖交易 你可以在股票市場裡面 取得長期而且穩健的報酬率 因為你明白操作的原則就是這樣 其實技巧那是看個人 每一個人他的操作的 比如像說用指標或者是用均線法則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把原則先做清楚 當你把原則做清楚的時候 你在操作上面才不會亂 那當然我們今天做了一檔股票 我們做錯了 但我也跟投資朋友們講 不好意思 我跟我會員朋友抱歉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了 前一天我就設定好 我要買這一檔標的 那我在買的時候 今天因為大盤比較強 所以我們是先買後賣 那我買在89.2元 我預設停損多少 88塊錢 預設停利在92塊 那我因為今天行情突然之間出現 雅股突然出現回檔的關係 那股價開始做回跌的時候 我怕說這個88塊錢有沒有 它會跌破 所以我們在88.4元 先把它停損掉 因為它一旦跌破的時候 買單太少 它會有滑價的問題 所以很不好意思 我們在88.4元 我就請投資朋友們 先把資金抽回來 做錯了也要認嘛對不對 因為我講過了 我們不會流倉 而且我們一定會怎樣 按照紀律來做進行 所以這一筆單呢 我們今天賠了0.4元 0.8元 那這0.8元的話 大概將近快 0.8%左右 大概將近快0.8%左右 那當然啦 我今天做最不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沒有按照 我原本設定的88塊錢 下去做停損 因為怕滑價嘛 結果呢 5388的中壘 哇靠 現在最後怎樣 收在最高點 然後還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找盤的時候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下去做布局的 尾盤 放上來 拉上來 所以老師太過於小心 真的 對會員很不好意思 沒有讓你賺到錢 今天這一筆單 沒有讓你賺到錢 不過 也證明一件事情啊 老師的看法是對的對不對 因為今天最低點的支撐位置 剛好在88.1元 剛好在88.1元 他也沒有破支撐 沒有破我的停損價位 不應該去調節的 最後呢 這一段上來 反而沒有賺到 但是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的原則 跟節奏上面都是正確的 只要我們按照我們的原則跟節奏 下一檔股票 我們再賺回來就好了 比如像說 在這個禮拜我們做了誰 宏達電對不對 但我們在做宏達電的時候 跟剛剛先買後賣不一樣 我們是先賣後買 理由在哪邊 因為宏達電的乖離 每一次來到20%以上 他會做收斂 每一次來到20%以上 他會做收斂 所以同樣的 當我下一次 像7月22號 他的BIOS指標 已經來到20%以上 已有知識後幣在有 以行知識後幣在行 所以他會做回撤 那當然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都告訴你追啊 因為他快漲停了 趕快追啊 但是我們不一樣喔 我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在哪裡 因為我評判到了 我說這個地方 他叫做BIOS20% 那我呢 BIOS20%在往上的空間有限 往下回檔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們放空 當時空在哪裡 69.7元 而且我空的時候 我預設停損在哪裡 71塊錢 往上停損嘛 往下呢 我們獲利了解 往上停損 71塊錢 往下呢 67塊錢 獲利了解 當天最低點來到 66.65塊錢 我們在66.5元獲利了解嘛 所以一樣啊 從這個位階點上面去放空 到回補回來 光這一筆單 賺了3.2元 3.2元 就已經4.6%的幅度啦 你就這樣操作 對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大賺 錯的時候 我要小賠 那我們只要能夠 按照這種模式 一樣 就是大賺小賠 大賺小賠 你才能夠穩健獲利嘛 否則呢 你的老師怎麼做 這個地方去追股票有沒有 啊錯了咧 跌下來了咧 續爆嘛 對不對 漲停沒有鎖到啊 沒有關係 我們明天再來 但是明天再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他的上檔壓力怎樣 就越來越大啦 因為我這邊 已經一堆套牢的人啊 那我一堆套牢的人 我股價上來就被打下去 股價上來就被打下去嘛 所以他會在這個地方 做橫盤整理喔 但我認為他還有 他還有做他的空間 他還有當充的空間 可是訊號在哪裡 很重要對不對 下一次可以做宏達電的機會 我也覺得快來了啦 因為很多市場的投資朋友 我都知道 大家都在放空他嘛 哇你看喔 龍券張數越來越高 已經來到兩萬八千多張了 但是這一些空單 目前都是大虧的 因為四十幾塊錢空到現在呢 六十五塊錢虧很多錢啊 那可是如果說你跟我一樣啊 你是用當充的方式 把價差洗出啊 你就沒有這樣子的困擾 所以我說他還有機會 那你一樣可以用當充的方式 把你過去失去的要回來 只是你要按照我們的指令操作 真的該空的時候 真的該取價差的時候 我自然會帶你去做執行 但是我已經預設好了啊 下一次執行的位階 就是在他破線的時候 一旦他開始破線 他會加速急速的開始做回檔 那個時候呢你就有空間了 那時候你的肉就多了 所以每一個操作 你都要事先規劃好嘛 所以當你做錯的時候 你才不會怕 像我們七月二十五號一樣 我有做錯啊 六十五點三元去放空的 我們六五點五元回補嘛 小焙兩毛 小焙兩毛之後 然後隔天再來我們空誰 空東哥遊艇對不對 我說股價來到這個位階有沒有 都流上影線 流上影線還爆出大量 這個反彈上來自然有壓力 有壓力來空在兩百零七點五元 回補在兩百零二元有沒有 一筆單賺五塊 這樣2.4% 所以同樣的我們還空過紅寶嘛 紅寶上去的時候放空回來 一樣當天回補 回補完呢 把價差鎖出來 所以有些熱門股 它有一些壓力出來 那這些熱門股 它一旦來到了相對極限值的時候 你也要去做反向的操作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會漲 但是反過來 有一些在低檔準備起漲的 相對來講 你也可以用低買的方式 用當充交易的方式 把價差給取出來 所以現在的操作上面 很簡單 就這十個字而已 就看你辦不辦得到 這叫做當充熱門股 低埋潛力股 如果你真的辦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抓到這個訣竅的 歡迎你在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 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一組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